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数人都哭着喊着 女生为何如此想不开 不过很快就有粉丝替偶像给出了答案 一是因为新演员名气不算拔剑 但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双气一人 二是在于新演员的温柔性格 以及老实巴交的外貌 都完美符合新演员结义对另一半的想象 2016年 两人相遇在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举足 并且还因戏生情 但除去把戏里的感情带到戏外 新演员真正不惑美人心的 当属他身上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2012年正在录制新歌的新演员 因为大脑突发性剧痛被送去了医院 诊断出脑出血症状 他只能叫停工作做手术 不料 伤疤完全愈合没多久 半年后的他 又因为病情反复被送上手术台 接受人生中第二次开卢手术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不过 身受病痛折磨的新演员 从未有过自暴自戏的想法 而是坚强地 独自熬过这段苦日子 虽说粉丝给出的女神下架理由 具备一定的说服力 但是婚后首次亮相的新演员结义 却用皮态尽显的模样 让外界不得不提出疑问 女神的状态会急转直下 是因为婚后生活并不愉快吗 对此 新演员结义也在近期的采访中 给出了答案 他称 自己会有所变化 其实都是拔制是戴牙套惹的货 你相信命中注定吗 2021年5月 宅男女神新演员结义 跳过了公开恋情的流程 直接官宣了自己的婚讯 让不少网友一夜 变成了女神的云前夫 而这个与广大观众 有着夺妻之仇 名叫新演员的男人 也连夜收到了网友们 全方位的审视 除去他摆在台面上的 事业成绩以外 还有眼前人士 挖到了一条陈年博吻 在新演员 抱得女神龟的十年前 他曾在一次线上访谈中 谈起理想心 并表示 自己就喜欢 新演员结义 这样的女孩子 由于当时的新演员结义 早已成为顶流女神 所以新演员的告白 并未引起网友的注意 大家只觉得 他在用 外经游的人选 来应付提问 说不知 这个奇怒不扬的男人 根本不是随口说说 而是毕生 都在为取道理想型 而奋斗 并在十年后 成为了宅男公敌 对于新演员结义 和新演员的婚姻 并不是每个人 都愿意送上祝福 有觉得男方 何德何能的 也有认为女神 口味别致的 但这丝毫不妨碍 新演员结义 结婚的决心 而除去他本人以外 女神的父母 也对这段感情 举双手赞成 就在新演员结义 公布婚讯之后 他的父亲 也隔空在采访中表示 女儿曾在2011年拍戏时 与男主警呼量 因喜生情 但最终 还是败在了性格不合上 为了缓解失恋的痛苦 新演员结义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用不停地工作 麻痹自己 但最终 还是出现了 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情况 而新演员的出现 正好填补了 女儿心理的空缺 因此 做父亲的 十分愿意 把宝贝女儿 交到女婿手中 你看 感情从来都是双向的 新缘结义 用治愈笑容 治愈了被霸凌 和疾病折磨的新演员 而新演员 也成为了 新缘结义的 精神慰藉 有人问 新缘结义 有什么好喜欢的 她凭什么 成为国民老婆 2017年 新缘结义 受邀参加了一档 综艺采访 去之前的她 以为是常规采访 没想到 藏着如此之多的 弯弯绕绕 只见她刚坐下时 主持人 就拿出了一个超大号的茶盏 给新缘结义 沾上了一杯茶 对此 她虽然觉得荒谬 但还是选择礼貌接受 并和主持人相互敬茶 而这还只是一个开胃菜 后来 在采访完节 主持人又无理地 开始追问 新缘结义的私生活 还根本不给她 拒绝回答的余地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礼貌地 给出了体面的答案 除此之外 在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主持人突然暂停提问 转身围起了身边 正在嗷嗷叫的宠物狗 不过 玩足够大的新缘结义 并未因此生气 反倒开心地和狗狗互动了起来 虽然演出经验丰富的新缘结义 有可能早就识破了 节目组在整顾自己 但她 还是用从容的应对方式 即为收视贡献了 节目效果 也没让自己老人口舌 只因性格 有些小内向的她 早就把不让人尴尬 纳入了人生追求 新缘结义 出生在冲绳岛 她的父母 经营这一家美容院 足以让新缘结义和姐姐 过上滋润的小日子 虽说父母和姐姐 给到了新缘结义 全方位的关爱 但她 天圣内向的性格 还是成为了一家人 最担心的问题 为了帮助妹妹 走出内心封闭的世界 姐姐将身高1米69的 新缘结义 推去参加模特大赛 用大大方方 展示自己的方式 变得开朗活泼一些 于是在姐姐的一手推动之下 外貌条件极佳的新缘结义 一步步从杂志模特 成为了当红明星 由于工作的关系 她不得不逼自己开朗起来 只是在敞开心扉的同时 她还是没有摆脱 容易害羞的本性 不过这样的个性矛盾 又何尝不是新缘结义的 魅力点呢 新缘结义 自17岁起 就踏入了演艺圈 出演了大大小小的 日剧和电影 情形温柔 却有坚毅的形象 让她受到不少日剧迷的血案 就算痛苦也要面对现实 然后改头换面再来 说到新缘结义 第一部受到瞩目的作品 大多数人第一时间 都会想到东大特训班 剧情讲述一位 曾经误助歧途的律师 因缘尽惠 成为了私立龙山高中的 升学班导师 带领一群 数学家见陈畜 都不太会的学生 成为了东京大学 准大学生的故事 虽然新缘结义 在里面饰演的 陶学太妹 相伴两奶 并没有太多的气氛 但她和山下志九 长泽雅美 剧中的三角恋习题 以及角色因为内心脆弱 所以刻意伪装自己的坚强 让不少人 为这个17岁的女孩感到心疼 也让曾经有过 这样处境的我们感同身受 行缘结义 青色却又自然的演技 在观众们心中留下了印象 成为日后 揭演许多日剧作品的契机 自己面前的路 到底是前进 还是后退的方向呢 也许连这都还不清楚 但我们想要踏出这一步 和差劲的自己一起 《空中急诊》英雄 是日本第一部 以《空中急诊》式 为题材的日剧 行缘结义 在剧中饰演的白石惠 出身于医师世家 虽然拥有成为 优秀医师的才能 但由于个性 不擅长竞争 遇到事情 又怕失败 所以常常在 关键时刻却步 《空中急救英雄》 让行缘结义的演技 逐渐受到肯定 从第一季到第三季 再到电影版 行缘结义 跟着白石惠一起成长 从原本懦弱胆小 蜕变成心理素质坚强 能够独当一面的 急诊式医生 成功诠释出 角色的成长 历练和深度 让行缘结义的演技 备受肯定 成为了许多 日本人心中的 实力派女演员 想要取得进步 就要有所牺牲 这就是科学 行缘结义 在王牌大律师中 饰演一位 行人律师 戴真之子 戴真之子 充满正义感 却又有点天真烂漫 深信法律的目的是 彰显正义 希望能够凭借专业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 理想主义者 戴真之子 因缘际会来到了 另一位律师 古美门的事务所工作 在古美门的熏陶下 变得更加的圆柔 看待事情 也不像以往那么单面 懂得在正义和胜诉中 找出折衷的方法 让诉讼的双方 都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在本剧中 《星缘结义》 与拥有多年戏剧资历的 戒哑人 有着大量的对手戏 演技丝毫不逊色 还能放开 原本的清纯形象 在剧中半愁搞笑 与戒哑人 激荡出惊人火花 让人看了十分过眼 虽然有时候也会逃避 但是我们会深呼吸 寻找其他的道路 然后再回来 《星缘结义》 在月薪娇期中 饰演这一位 拥有高学历 找工作却频频碰壁的 大学生 森山实力 因为迟迟无法找到工作 只好运用自己的家事才能 和一位有点宅 有点木头的工程师 仅其贫框 签订契约婚姻 藉由帮她洗衣 打扫 煮饭 换取酬劳 《月薪娇期》 让《星缘结义》 达到了事业高峰 成为了日剧女神 《月薪娇期》 可以说是 《星缘结义》 戏剧生涯中 最知名的作品之一 剧中讲到了 许多有关爱情 婚姻 工作和人生的议题 引起了许多 《星缘结义》 不仅因为出演月薪娇期 被封为全名老婆 同时也和剧中的男主角 新演员宣布闪电结婚 引起走向人生的下一阶段 令许多剧迷 感到欣慰不已 你也是总为人着想 而不敢表达真心话的人嘛 《星缘结义》 在无法成为野兽的 《我们》中 饰演的《深海经》 是一位总是带着完美笑容 实际上是因为 害怕伤害别人 而掩饰自己内心的上班族 《深海经》 害怕一旦说了真话 人际关系就会有意外的变动 所以选择隐藏自己的人心 但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总是忍不住扪心自问 这难道就是我要的人生吗 幸好 在剧情结尾时 她终于学会了 用真心与身边的人交流 心中的压力 也才真正的放下 找回自己的真正人生 《星缘结义》 在这部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里 收起了招牌的清纯笑容 认真演绎出 时下都会女性 面对工作 职场人际关系时的 无奈和哀愁 而我们也能在这部剧中 体会到 当工作和爱情都不顺利时 总能找到方法 从绝望的深渊中 爬出来 回忆上面五部 《星缘结义》的 经典视剧的同时 你是不是也会想起 自己在这几年中 也逐渐地蜕变成为 那个想成为的自己 成为更有自信 魅力的成熟女子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 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大家